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台V VV6 单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 这台车是一台介于VV5和VV7之间的车型 如果用大小号来形容的话 那VV5就是M号 这个VV6就是L号 那VV7自然就是XL 不过这三台车除了尺寸之外 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个VV6表现到底怎么样 从外观上看 这台车依然延续了魏家族的一贯设计 所有你在VV5和VV7能看到的经典元素 在这台车依然也能看到 就包括这个内部是柱状结构的LED大灯 不过这个车在解锁的时候 现在加入了一个点亮效果 增加了一点仪式感 毕竟是豪华品牌 轰脱氛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底部这个格扇的设计 现在采用了一个左用贯穿式的造型 这一点也增加了一点点的新鲜感 车身侧面 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个车顶的尾部 就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VV5和VV7收的那么厉害 这一点对于第二排的头部空间来说是一件好事 而且在地柱的造型上 它也加入了一个闪电式的镀铬装饰 这也让它看起来显得更加精致 那轮毂和轮胎 这个车依然秉承了一个很高的水准 19英寸的镀铬轮圈 配合的是米其林的轮胎 最后咱们再来看一下车尾 至于车尾 整个这个车的造型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柱状的高位刹车灯和四处的排气 依然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VV6是整个魏家族之内第一款配备了四驱的车型 但是你的车尾是没有任何标志能够看出来的 这点还是非常低调的 那既然说到车尾 咱们就来看一下后备箱 从功能上看 这个车是配备了电动尾门和感应开启的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后备箱的标准容积的状态下 并不是特别大 不过好在呢 靠背是支持四流放倒的 而且在功能上 锚点挂钩和储物大是一应俱全的 只不过就是这个开口离的高度呢 稍微有点高 那接下来咱们大家看一下内饰 和外观一样 内饰也是细节的一些调整 整体造型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依然走的是豪华路线 那坐进车里 只要你身体能够接触到的地方 不是皮的就是软的 这点还非常不错的 那变化上首先就是这个屏幕 虽然尺寸没变 但是功能上它加入了一个车联网系统 现在这个车能够实现听这个考来FM QQ音乐以及在线的导航 另外呢 它还加入了这个手机互联 能够实现CarLife跟CarPlay 那另外一个变化就是下方这个储格 现在呢它变成了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功能 这点还是非常贴心的 那挡杆造型呢 也从原来那个机械式挡杆 现在变成了一个电子挡杆 这个造型可以说是非常的wonderful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P挡并不在挡杆上 而是在后方有一个单独的按键 那最后也是这个车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它加入一套四驱系统 那现在呢 这个车配备了一套D型模式 取代了原来这个储格的位置 这个D型模式共分为五种 分别是标准 运动 雪地 沙地和泥地 不过这套四驱系统用的还是博格华辣那套东西 所以整个这个水平呢 也就是城市SUV的一个水平 至于其他的配置 这个车也是秉承了一贯的高水准 仪表盘是全液晶的 方向盘呢 带有自适用巡航 这边呢还有电子手刹 自动驻车 方向盘加热 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等等等等 头顶还有一个大尺寸的全景天窗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配置 还算是比较产量 毕竟这个全景天窗尺寸是非常大的 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空间 这个车的腿部空间能有一拳四指 头部空间 能有四指啊 确实比之前两台车有了一定提升 看来这个造型上的改变 确实是帮助第二排获得了一个更好的头部空间 那同时这个车的后排中央地板也是几乎纯平的 整个空间的利用率还是非常的高 配置上这里有一个中央扶手啊 虽然短是短了点 但是总比没有强 那这里呢 有一个空气净化器 同时带有两个USB接口 下方呢是空调出口口 再往下还有一个小型的储物格 整个这个配置水平还算是比较高的 同时这个靠背呢也是支持角度调节的 那最后又到了总结的时候啊 今天我们是一个静态的体验 所以对于动态部分呢没有任何的接触 不过现在已知的是 这台车型肯定会配备一台2.0T的无能增加发动机 同时匹配的是7速DCT的变速箱 这一点和VV5和VV7是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由于这个车型使用了四驱系统 所以真正的开起来 到底和那两个车是不是一模一样 只有等到日后的动态时下才能知道 那就今天咱们这个短暂的接触而言 这个车型确实是比之前两台车有了一定提升 最主要的变化就是第二排的头部空间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至于这个造型很多人说看久了确实有一点审美疲劳 那对于看的人来说确实是一样 毕竟VV5 VV6 VV7整体这个造型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对于买的人来说这一点并不是什么影响 毕竟买VV5的人不会在乎VV6什么样 买VV6的人同样不关心VV7长的什么模样 对了如果你对这个车的上市时间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个车8月底就应该上了 另外如果你对这个车型的价格感兴趣的话 我也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等它上市以后下载老司机的App查真实成交价 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老司机试车 那今天我们要试驾的车型 就是我身边的这台未派新推出的紧凑型SUVVV5 那之前我们已经试驾过它的中型SUV 也就是VV7 那今天再来试驾这台VV5